女孩纵身一跃,躺在了母亲的棺木上,最后一次近距离感受着母亲的存在,久久不肯起身,因为这是免费的公益墓地,不额外付费的话,连墓碑都没有,一旦将土填平,她就再也无法找到母亲的安息之地。 女孩名叫丽丝,出生在纽约贫民窟,父亲成日在家无所事事,母亲则是有名的尹君子,全家仅靠为数不多的救济金为生,就这样,母亲仍要全部拿去买毒品。 丽丝和姐姐已经饿得要从垃圾堆里捡垃圾来吃,父亲对于母亲的疯狂行为无动于衷,因为她自己也是个尹君子,除了微薄的救济金外,全家没有任何经济来源,年后的丽丝还要每天照顾自己的父母,为他们洗衣做饭,可丽丝却并不怨恨自己的父母,因为在她心中,父母是爱自己的,她只希望母亲能够成功戒掉毒品,一家人可以重新过上以前正常的生活。 然而就在不久后,丽丝的母亲被戒毒所强制带走了,她被绑在车上,双手因为激动而不停地颤抖,丽丝一路追着母亲,却只能看见母亲朝着自己渐渐远去。 在学校,丽丝也不受同学的欢迎,因为她总是脏兮兮的,身上还散发着一股奇怪的味道。 放学后,丽丝准备回家,可老师却拦住了她,老师问丽丝,为什么身上这么脏,是母亲没有告诉自己吗? 丽丝当即回答,是自己的错,自己忘记洗澡了,老师看丽丝不想多说,就没有追问,只是拿出试卷问丽丝是怎么做到的。 丽丝告诉老师,是因为自己看了许多书,书上刚好有这些题的知识而已。 老师对丽丝的回答非常满意,让她以后每天都要来学校上课,不来的话,就要给管理部门打电话。 最后,还送了丽丝许多的遗物,丽丝拿着满分试卷,开心地跑回了家。 她还在邻居阿姨那里,得知了一个好消息,那就是丽丝的母亲回来了。 丽丝激动地上楼,开门,果然看见母亲,安静地坐在家里。 她向母亲展示自己的满分试卷,母亲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。 原来,丽丝的母亲在医院戒毒期间,被发现感染了艾滋病,母亲决定要离开这个家,搬去爷爷那里。 丽丝对此十分不解。 对于年幼的丽丝来说,爷爷是个非常恐怖的存在,因为他经常殴打自己的母亲,甚至还侵犯了自己的姐姐。 可丽丝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拿着包裹离开了家。 这天,丽丝在家继续吃着自来水泡饼干,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敲响了丽丝家的门,因为丽丝已经一个月都没有去过学校了。 丽丝的老师最终还是向监管部门打了电话,等工作人员来到丽丝家里,看见乱七八糟的客厅和脏兮兮的浴室。 当即表示,丽丝的父亲无法照顾丽丝健康的成长,他们现在要带丽丝去收容所。 丽丝听闻非常惊恐,请求工作人员不要带自己走,自己会去上学。 而丽丝的父亲却果断地打包好了丽丝的行李,他们将丽丝带走了。 丽丝临走前,哭着看了一眼自己的父亲,父亲则无动于衷地清洗着勺子。 丽丝知道,自己是被父亲抛弃了。 快看,这个女孩将漂白剂倒进了另一个女孩的沐浴录中。 因为父亲无法负起监管人的责任,丽丝被送进了收容所,可等他进入收容所后才发现,收容所里住的全部都是一些问题少年,这里到处充满了霸凌和弱肉强食。 就连无辜的丽丝也在来这里的第二天,被人泼上了一身滚烫的浓汤,而周围的人在看见丽丝的惨状后却纷纷大笑了起来。 然而,这还不是丽丝在收容所经历过最可怕的事情。 一次,在丽丝洗衣服时,一个女生哼着歌将丽丝身边的漂白剂倒进了正在洗澡人的沐浴录中,应着浴室传来的淒厉叫喊,女生露出了欢快的笑容。 可这一切,却给丽丝弱小的心灵造成了不小的打击。 这样的地方,丽丝一待就是好几年,多年后,她终于从收容所出来了,丽丝第一时间就去找了自己的母亲,母亲的精神已经恢复正常,也不再吸毒。 跟母亲的这段日子,丽丝恍惚中,感觉像是回到了小时候的生活。 丽丝告诉母亲,如果父亲也能戒毒,那他们就能跟以前一样了。 母亲迟疑了以下告诉丽丝,父亲现在已经进了收容所,他们从前住的贫民窟也已经被封掉了。 就这样,丽丝失去了家,她也被母亲送到了学校。 这所学校,基本都是一些差生和贫民,丽丝再也不是其中最脏的学生了。 可丽丝却仍然觉得不习惯,在这里,丽丝认识了一位不良少女爱丽丝,两人有着十分相似的家庭和经历,很快就聊到了一起。 丽丝被爷爷赶了出来,只能暂时跟爱丽丝住到一起,而等丽丝回家找母亲时她才发现,母亲的艾滋病并没有好,相反越来越严重。 这天,丽丝又来母亲长期的酒吧找她,可等丽丝来到这里,却只在母亲长坐的座位上,看见了一些零碎的纸币。 丽丝的母亲去世了,她生前活得狼狈又贫瘠,死后也只能被草草安葬在免费的供应墓地,连接的棺木上,就连她的名字都没有记录。 爷爷只看了一眼,就急忙拉着姐姐离开了这里。 爱丽丝在棺木入土前,用黑色马克笔替丽丝母亲改了名字和木质名,这是她唯一能帮丽丝做的事。 爱丽丝告诉丽丝,自己要去孤儿院,她希望丽丝能跟自己一起去,而丽丝只是默默地在原地沉默。 爱丽丝离开了,施工团队准备将丽丝母亲的棺木埋入土坑里,而丽丝却在这一瞬间纵身一跃,躺在了母亲的棺木上,她蜷缩着身体,就如同小时候母亲拥抱她的那样,因为买不起墓碑。 这次离开后,丽丝再也找不到母亲的棺木,母亲的死让丽丝内心产生了感触,她既伤心也害怕,害怕一无所有的自己最后会和母亲沦为同样的下场。 这一刻,丽丝决定改变。 女孩突然跳到棺材上面躺着,里面是她的妈妈,这是她最后能和妈妈相处的时光。 这里是公共墓区,因为没钱买墓碑,不到一周后,丽丝就会再也找不到母亲。 母亲下葬后,丽丝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地铁上,她没有家也没有钱,她既为母亲的死难过,也害怕会走伤母亲的老路。 丽丝想起母亲生前对她说过的话,她想要好好读书,改变自己的命运。 丽丝找到邻居阿姨,请求她帮助自己进学校。 邻居阿姨心疼地摸了摸丽丝的头,答应了她的请求。 可学校实在距离太远,即使丽丝已经赶了最早的班车,还是迟了两个小时。 前台老师拒绝了丽丝的入学面试,丽丝希望老师可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。 老师无奈,只得让丽丝在校长开会结束后,亲自找她谈。 在等待期间,丽丝完成了一篇《学校的入学比试》作文。 题目是《自己对生活和对学校的梦想》。 丽丝将自己的生活和人生感悟全部写了进去。 在校长出来后,她恳求对方给自己30秒时间。 她告诉校长,自己父母都是隐君子,所以她需要一次挣脱出生环境的机会,去往更好的世界。 校长看了丽丝的个人资料和笔试作文,表示丽丝的成绩非常好, 但为什么现在才决定改变? 听了丽丝的话后,校长告诉丽丝,她被录取了。 丽丝激动地简直要跳起来,然而校长接下来的一句话,却给丽丝迎面浇了一盆冷水。 入学,需要第一监护人来面前,丽丝只能去收容所找自己的父亲。 父亲已经变成了一名流浪汉,她对丽丝的到来有些抗拒,但还是非常配合地帮助丽丝完成了面前。 在回去的路上,丽丝对父亲说了自己接下来的打算,她想要好好学习,改变自己的人生。 看着眼前已经长大的女儿,父亲十分窘迫地翻找着身上的口袋,想要给丽丝一些零钱,可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分钱。 父亲尴尬地对丽丝笑了笑,而丽丝却第一次向父亲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 听了丽丝的话后,父亲伤心地红了眼眶,她紧紧地抱住了丽丝,告诉她将来一定要好好学习,既然她的人生已经搞砸了。 但她相信,丽丝一定可以做到。 而此后的每一天,丽丝也不辜负父亲的期望,几乎每一天都在拼命地学习。 每天晚上,当学校的学生都走得差不多时,丽丝却仍然在教室里用功地读书。 就算是在外打工刷盘子时,丽丝都在抽空默默背记着书上的内容。 因为没有家,忙碌了一天的丽丝,晚上只能扛着自己为数不多的行李,坐在24小时运营的地铁里睡觉,一待就是一晚上,等地铁完整走过四趟,就是天亮的时间。 丽丝在背着行李去学校上课,因为丽丝的勤奋,她考到了全校第一,甚至还获得了免费去波斯顿参观哈佛大学的机会。 在此之前,丽丝从未想过自己会上大学,可当她真正踏入哈佛大学的那一刻,她才感受到了什么是和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生。 到处都是神采飞扬的哈佛学子,学校里处处都充满了浓厚的学习氛围。 回来后,丽丝将哈佛作为了自己的人生目标,为了赚得奖学金,她花了整整几个月的时间为纽约时报写论文。 很快,就被通知进入了面试,可丽丝连一件能穿出门的衣服都没有,只能主动找到了自己的姐姐借了一件外套。 在面试时,面试官问起丽丝对克服困难的看法,丽丝将自己这么多年千疮百孔的人生,用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合盘托出。 对于丽丝来说,过去并不是耻辱,而是激励自己前进的宝贵财富。 最终,丽丝获得了高额奖学金,并以优异的成绩挑入了哈佛大学,这也是一个发生在美国的真实故事。 对于主人公丽丝来说,虽然出生仅是下下签,可她仍然用自己的努力成功完成了逆天改命,这不是奇迹,而是每个人向往更加美好生活的人生意义。